美国方丈亚洲行,力赌中国主导亚太 眼线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势力成长 今年2月刚上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 前天在亚利桑那州大学演讲 重申美国总统欧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政策 卡特展开任内首次亚洲行程 昨天晚上抵达日本,预计要停留到周四 重点是讨论美国将协助日本 在东亚安全上扮演重要角色 因应中国的军事扩张 还有北韩加强武器研发 卡特在行前也特别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因为日本为保护国内农业迟迟不愿让步 而中国发起的亚洲投资银行 至少已经有35国加入 其中包括美国的忠实盟友英国 也可能会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发展受挫 动新闻总统报导